剛才三位進來的時候 我聽到三種不同的腳步聲 第一種很輕的, 一定是這位美兜 而另一種很重而很沉實 應該是這位警察 而第三種很奇怪, 左右不平衡 每隻腳都可以當警察嗎? 來兩位很不思在 不是, 難道她的腳跟你們有關? 做警察有危險很正常 但是我們也看到很多貪生怕死的 要學他們, 這個世界是不公平的 明天一定會幫我 我很安全地離開這一天 我回去吧, 如果我問我的朋友 開始殺人 我這麼囂張, 你真的以為自己跑掉? 停止 等我 什麼關鍵? 不要緊, 別緊 大俊翰, 大俊翰 我想問, 怎麼才能消滅恐懼 你可不可以教我? 當然沒問題 如果你選擇逃避的話 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只要將令你擋到恐懼的人同事 燒掉你的世間 恐懼就不會再存在了 女兒, 新哥和媽媽呢? 不知道 他們不在這裡就更好 你不再教我報警 報警, 信你, 又不是第一次, 走 幸好陸軍那時候在我這裡住 原來是為了採線殺人 當有人發現我爸爸被殺了之後 就可以向你成長入埋渠數 完全沒有人懷疑過我 之後你就重生… 是你令我重生的 是你將我從黑暗裡帶出來的 你是這個世界上最重要的人 我願意為你付出我的一切 我願意為你付出我的一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